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在今天的发现科学转题 我们要带您了解负压隔离病房的原理 我们都知道新冠确诊者 必须进入负压隔离病房接受治疗 而这里的设计是利用气压的落差 让病房外的空气可以流得进来 但是出不去 连排气孔的位置都是大有学问 到底要如何才能兼具换气和消毒的效果呢 带您进一步了解 穿上隔离衣戴上隔离帽 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得穿越两道门 才能来到负压隔离病房 因为这里是面对新冠病毒的最前线 负压的设计就是说 我们从A区比较危险的地区 一打开门的时候 因为人员总是要进出 会有短暂的打开门 打开门的时候 只有外面的气流能够进到里面 里面是出不来的 负压隔离病房的原理 就是病房内的气压 比外面还小 负压的产生来自机械动能的原理 病房内会有送风设备 持续送入新鲜空气 同时抽风口 会将室内受污染的空气抽出去 运用高压会往低压流动的物理特性 如此一来 空气只会单方面流进病房 形成一个单向的气流循环 空气中的有害物浓度降低 这种换气方式叫做整体换气 其实现在所谓新冠肺炎里面 严重管理污染室里面 建议在-15 实际上我们在业界做到的程度 有的是高达-20以上 一般的空间进到负压病房之前 会有一个缓冲的潜势 台湾的CDC里面规定的话 然后大概就是 换了一个空间的等级会少 2 负压病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块 护理站 前室 病房 压力会依序递减 而要让这个气流循环 达到更好的效率 通气系统的架设位置也很关键 如果说你所有的排气口 换气口都在电话板 包含病毒的这些污染源 你要在这个空间里面 慢慢发散到天花板 才能排得出去 那这部分就会经过 我们所谓的物理人员的空 会把所谓的排气口 设置在病床的 也就是我们乌染源发散的附近 从地板算起来 100到120公公左右 每小时室内空气会跟室外空气 完全对调好几次 但更重要的是 那些被污染的空气 必须透过HEPA滤网这一关 才能排到户外 它的阻觉的程度 是可以到99.7%以上 那高一点是99.9% 室内的环境 每一天都在使用的话 大致上快一点 空间小的地步 空间小只是所谓的一人并床 这样的概念 那大致上在两到三个月 我们这个滤网也需要多止 在气体交换的过程中 时不时得盯着墙上的压力表 确保病房仍维持负压状态 以免带有病毒的空气会不小心外泄 人员进出时身上的装备也得全部更换 因为我们进去也只能一次 因为你一出来就全部的就是隔离设备都要脱掉 所以就是一定要集中护理 病毒就在眼前 但医护人员得随时战战兢兢 必须定期检测病房内的负压值 换气率送排风量 达到一个相对负压的环境 才能保护医疗人员的安全 也避免病毒再扩散